埃及考古学家发现海底城市古庙遗迹 埃及考古学家在水底城市Heracleon 发现一座古老寺庙的遗迹 根据考古网页Ancient Origins报道 沉没的Heracleon遗迹 是在2000年时在埃及的阿布基尔湾首次曝光 埃及古物部报告指出 在近两个月考察中 海洋考古学家在南部运河中 发现部分的寺庙 该寺庙已经完全摧毁了 这处遗迹是这座城市主要寺庙 阿门格尔的一部分 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座规模较小的 希腊神庙遗迹以及古著 出土的陶器和珠宝中 还有2到40级的青铜和金币 考察团队的首席研究专家 Frank Gaudio 在个人网站上说 考察期间要在海中进行研究工作 是用遥控车和次扫声纳等设备进行 Anson Origins报导也提到 Heracleon已经在水底将近1200年了 据信当时是由于海平面逐渐上升 和土壤液化而沉没的 Zonis Heracleon的考古研究还在持续进行 Gaudio估计到目前为止 只发现该城市的5% 进行中之后 感谢观看